我与敖哥诞生于上古神界 本是一对双生兄弟 敖哥天命四生 我四灭 我修严 我敖哥 与此生为三界立心 为百姓立命 故万世太平 神界则定我为幽冥王 成为皇权的引路者 而敖哥为天宫之主 统率天界 后来 七万年前那场洪魔大战爆发 魔神明昔 与众魔冲破球边杀力的封印 而帝眷 与颐和真神 恰好入室离间 都不在上古神界 只有我和我哥 甩数万神价 下界平安 愚蠢 区区两个新人 妄图阻我 受死吧 淘 奥哥 小燕 好好護著 走 兵解之法 出身沉睡危險 三界留我二人守護 我絕不會讓你屠戀三界 終於 我以兵解之法 重新封印出了救援 小燕 我絕不會讓你屠戀三界 小燕 小燕 但代價是我的內丹四散於天地 奧格找到了我的內丹碎片之後 不惜為我闖進生死殿 偷走生死部 找到了在人間利劫的一河真山 求他 以混沌之力為我凝聚內丹碎片 一河真神 求您救救修炎 你兄弟雙生 但於乾坤臺 思執乃天降而成 你思生 他思死 你是天地地心 生來你就長天地心 而修炎 則執掌三界历劫度惡 我若以混沌之力 助修炎重生 那他在營養神力 重新復活的這數萬年 乃至數十萬年 乾坤臺 將不會誕生新的 利劫引路者 無人掌管利劫度惡 三界乃至神界 都將大亂 真神 那我可以替他做利劫引路者嗎 我會修炎是雙生兄弟 如果我孕養他的內丹 不數千年 修炎的神智便可清醒 到時候他可以借我的肉身 掌管佣名 因我們乃雙生 神力本源一致 敖閣便以他的身體為器皿 讓一河真神 將我的內丹碎片聚在他體內 從此我們一體雙生 但因我是黃泉引路者 這段漫長的修復內丹期間 無人可在黃泉引路 黃泉陛下 於是敖閣自願放棄天地的身份 來到幽冥界 代替我成為幽冥王 因為修復內丹需要大量的靈力 敖閣便修住了修炎樓 以入宮令牌 來換三界中靈力深厚的棋陣 以此來為我蘊揚內丹碎片 要不是這棵梧桐樹 只怕我倆遭遇支撐無處 如今阿姨也有想要守護的人嗎